來, 靜靜 對不起, 遲了 不要緊, 我們剛剛到 文哥呢?文哥還沒來? 你放心, 他答應我, 他一定會來的 如果他不來, 我跟他翻臉 文哥比我打得好看 不是, 你也打得好看 是嗎?那九十五塊也算值得 八十塊而已 甚麼八十塊?我自己買要九十五塊 你自己買的嗎? 是呀, 文哥沒告訴你嗎? 那次我問他借胎打, 他死也不肯借給我 我最喜歡我就買那個人不一樣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條是你送給他的 晴晴, 其實文哥很關心你的 不如你不要去法國吧 靈靈 我去 你不要去法國改變 你不肯借給他 我你就知道了 我來做我的答案 你不肯借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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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去做個燈 你不肯借給他 我呼吸了你 那麼把照顧給他 謝謝你 總算你能夠帥 不是, 我怎麼想同行 有機會我們再入閣 哪有機會 你以後有個法國 說不定會嫁上法國人了 我們沒機會見了 再見... 靖靖... 文哥, 你幹甚麼 我叫你來吃飯 你吃了飯才來 靖靖, 留下一件外套 靖靖, 靖靖 靖靖, 靖靖, 靖靖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靖靖, 靖靖 靖靖 靖靖, 靖靖 靖靖 不可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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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知道了,爹 爹,我上機了 去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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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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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別客氣, 別客氣 別客氣, 別客氣 別客氣 別客氣, 別客氣 我們先去看看吧 晴晴 你怎麼不喜歡那個煲太的顏色 你也信命,看上老婆說我不會做乖父 阿祥,這次華董補選 絕對不可以有甚麼差池 我吩咐你做的事,你做妥了嗎 大賭先生和外孫女滿月 我已經送了禮過去了 還有,約了法國領事Pierre先生 明晚會在會所吃飯 好,還有甚麼吩咐,蓬先生 還有 爹,小姐,晴晴 晴晴 去到這麼晚又這麼累,去哪裡玩 和朋友吃飯 約了阿文 你明知道顧問 那玩得開心不開心 那又不及跟你玩得那麼開心了 這麼會說話 我不跟你說了 我回上樓洗澡睡覺了 怎麼樣,Pierre先生 紅酒會大蝦剛剛好吃嗎 小姐,小姐 直到你又回到法國老家的感覺 Pierre先生,聽人說 你愛母一家人 剛剛從法國來上海 那豈不是很熱鬧 整屋都是女人,煩死人就是真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找個地方給他們住 那也沒想過 對了,我在霞飛路八十八 後的那間別墅 不知道他們喜不喜歡 那麼大間,他當然喜歡 那如果真的喜歡 就搬過去住客 那怎麼回事 下個月華東補選,Pierre先生 你一定會支持馮先生的 當然了,我一定會投馮先生一票的 預祝馮先生當選華東,我們乾杯 乾杯... 乾杯 不好意思,我去洗手間 沒事吧,小孩 沒事 我去洗手間 漂亮的女兒 原來摩利斯先生 對中國的古董這麼有研究 我數來也有研究 是...開箱 余老闆,怎麼這麼巧 龍先生 是 余老闆 我只是請摩利斯先生 和史密夫先生吃飯 摩利斯先生 你好,Pierre 史密夫 剛剛走了 好了... 不妨礙幾位吃飯,再見 再見 再見 說到那對楊之白玉瓶 原本就是一個匯族的尤長 送給清朝的乾隆皇帝 玉瓶是畫了香香公子的肖像 那乾隆皇一看到那個肖像 就愛上了她 你說如果讓我得到那對玉瓶 那就好極了 在外面遇到大美人 大美人 哈囉,Smith 薯米夫先生 What a beautiful girl What a beautiful girl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A beautiful girl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understand 想不到于鎮海這麼快就抓到美國領事 和英國領事 就算Pierre站在我這邊 加上大寶先生的那一票 也只是兩票對兩票 京耀, 先喝一杯心愁 其實于鎮海可以做到的事 你一樣可以做到 對了, 未到最後一分鐘 都不知道鹿死誰搜 于鎮海, 我看你怎麼死在我手上 美國領事摩利士先生想愛那對洋豬白玉瓶 我已經叫孤董商去找的了 他已經答應了海叔 我們要不要送這麼後禮才行 進來吧 楊老闆 這裡是我們這個月餐廳的月結 你過目之後再簽給我 好, 我簽了名之後再拿給你 Harry, 現在距離選舉華董的時間 不是還有很久的 你快點娶那對洋豬白玉瓶 我們差一票也不能夠失去 還有, 法國領事那方面 我們也要做點功夫才行 是 七姑娘, 你有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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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件事想問問你 你有個老朋友叫古董高 叫得古董高, 叫很多古董 那他會不會有一對洋豬白玉瓶呢 有, 你問你幹甚麼 別聽人說嘛 那對洋豬白玉瓶呢 就畫了香港公主的樣子很漂亮 那我想見識一下 不是很漂亮的, 你不是更漂亮 那你真是見過了, 在哪裡 在他那裡 他那裡, 古董高島, 即是哪兒 還問你十一號, 甚麼這麼多幹甚麼 沒甚麼, 你這麼好人 請你多吃一碗麵 你多吃一碗麵, 麻煩你 好, 多少 神神花花, 也不知道要做甚麼 吃麵 表老闆, 你趕著出去 你找我有事嗎 沒有, 你找那對說 有香港公主肖像那對洋芷白玉瓶 我知道下落了 真的嗎 好 還說叫樊榮李 你看這裡, 又窄又細又髒 不要緊, 慢慢找, 不用心急 去那邊看看 好 好 終於讓我找到樊榮李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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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老闆, 你怎麼樣 沒事 夠玩了 不好意思 那邊 兩位, 想買甚麼, 隨便看看 我們想找位姓…高伯 這位是于鎮海于老闆 他知道你有一對洋芝白玉瓶 今天特地來這裡想高價給你賣的 老闆, 請你給我一個價錢 甚麼白玉瓶, 我沒有這件貨 沒理由, 阿東明明說在你家見過 阿東 謝東是嗎 老闆, 我這對白玉瓶是不賣的 留給你自己的鑑賞的 高伯, 你考慮一下 我們可以出很高價錢的 你出高高價也沒用的 我也是不賣的, 你買別的東西吧 不是, 阿谷 算了 謝謝, 慢慢再找吧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沒事 你以後煲藥給于鎮海嗎 是呀 如果他的飲料有很多人煲給他 你怎麼這麼緊張 人家為了救我, 弄傷了腰 有句話你沒聽過嗎 受人恩惠千年記 要不要以身相威給他 你是不是這樣說話 阿東, 我記得你說過 你說救過那個古董高的 如果你開口跟他讓那對洋芝白玉瓶 他一定不會推你 滾了 我要對洋芝白玉瓶做甚麼 幫于老闆 他說那個摩利士先生 想要對洋芝白玉瓶 不然的話, 他就沒機會做華董 做不到華董關我甚麼事 你是不是這麼沒義氣 我沒義氣 沒有 沒義氣的人沒資格跟我說話 煲一煲 易老闆, 喝過幾劑藥 腰會鬆不鬆鬆一點 鬆了很多 我想喝完這劑就不用再喝了 不行, 起碼要多喝兩劑 你相信我吧 這些藥就是我泰宮法蘭的大寶藥 以前的菇利托爺很容易弄傷腰 喝了幾劑就好了 再喝兩劑吧 謝謝 蘇姑娘 孫先生 拿藥給李老闆喝吧 是呀, 不過我也走了, 再見 好, 走 好 開門 正面大風, 你小心 好 李老闆, 有藥感嗎 是呀 是呀 蘇姑娘好男孩, 你不要走路 你又想去哪兒 我知道你現在這麼反應 你心裡只有一個顧清華 你再說一說 那個楊之白玉瓶是不是真的拿不到呢 我也打定輸了 那摩尼士那邊就… 你再給我想一想有沒有其他辦法 我想 黃媽 我買了兩隻燒鵝給你, 聞一下多香 很香 你一隻我一隻 怎麼買兩隻呢 阿冬呢 我不吃就給他吃 不用了 有些人沒甚麼義氣 吃這麼多東西沒甚麼用的 小姐 甚麼 楊之白玉瓶 你還要把這個股東高楊給你呢 他不肯收我的錢 他說送給我 事先聲明 我是幫你, 不是幫他 怎麼也好 請你吃, 兩隻都給你 燒鵝給的 再不然 請你去沙利文吃西餐吧 說得不同 小姐, 吃了飯再看吧 我不吃了, 我跟他出去 小姐, 算了算我給你吃西餐 不要吃 為甚麼那位老人家 突然肯讓這塊玉瓶呢 你別問了, 總之有辦法 西日多少錢, 我給你 一個錢也不用 怎麼會這樣 現在這塊玉瓶是你的 你喜歡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真是麻煩你幫忙 別客氣了, 舉手之勞 我先出去 七姑娘 今晚有空嗎 我想請你吃飯, 謝謝你幫忙 不用客氣了 中餐還是西餐 西餐 黃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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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頭好看嗎 好看 怎麼搞得這麼漂亮又不是過年 不是過年才可以去洗頭出髮 今天晚上我去吃西餐 我買兩條裙子, 你給我一點意見 看看哪條比較漂亮 這條 兩條都這麼好看 你搭了等於沒搭 哪條呢 這個, 這個會配你 我看看我喜歡黑色 怎麼回事 是呀 一回來就吵得拆天 你馬上幫我找我最喜歡的 黑色鞋和手袋 拿出來不會乾淨的 見搬怎麼這麼緊張 是呀… 快進去打扮一下 是呀 那我這裡弄得老闆配搭他 好, 阿姨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學習得挺快的 是你戴得好而已 對了, 為甚麼你跳懷疑跳得這麼厲害 哪有呢 我當兵的時候在軍隊裡 有一個留學生 他有空就教我跳舞 是呀, 當兵是悶不悶的 悶不悶, 我們常常說笑話 說個笑話給我聽聽 有個士兵, 他受傷要進醫院療傷 幾個月後他要出院了 那就跟醫生說, 再見了, 醫生 我醫生笑嘴跟他說 你還想見我嗎 那個士兵就馬上說 那就永別了, 醫生 今晚你請我吃意大利餐 現在我請你來小班來喝咖啡 這裡是不是很特別呢 于老闆 甚麼事? 你沒事吧? 沒事 還說沒事? 你進來這裡這麼久都沒說過 究竟甚麼事? 其實我每天都會在這裡坐過 你有沒有見對面那間歌劇院?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看歌劇 他經常會在這裡出現 你就是為了見他一面 所以每天都在這裡坐? 我是不是很傻 是 如果這個世界有個男人這樣對我 無論他做錯甚麼, 我也會原諒他 可惜他不是你 是啊, 可惜我不是他 老爺 謝謝 尤老闆, 回來了 今天跟蘇姑娘一起吃飯 吃得開心嗎? 職館去馬, 我給你膽子 今天在哪裡玩?告訴我吧 小巴黎 小巴黎?好啊 你去那裡發呆鬥嗎? 我真的怕了你 你心裡只有顧清華 麻煩你跟他說清楚 他現在還這麼討厭我 他怎麼會聽我說 難道你每天去坐, 坐一輩子嗎 我就不信沒辦法 少爺 少爺, 你晚晚叫我來幹甚麼 想想辦法處理老闆和顧小姐兩個 那就難了 不難你們做甚麼?想辦法吧 辦法又不是沒有的 我們只要收買到顧小姐身邊的茶雞表姐 到時候呂應愛合, 就成功在亡 用錢買不到人家 誰用錢, 我們用人家 我們找一個肯吃虧的男人追了他 然後一定聽我們說的 是呀 找一個吃虧的男人追了他就行了 當然了… 這個殘雞婆, 這個男人肯追他 除非… 你… 你去吧, 我分開你去吧 你去吧 這樣吧, 小爺, 我們賭一局 好, 賭… 好, 我們… 怎麼賭呢? 賭花生, 用花生決定命運 猜單雙, 我猜雙 好, 猜單 好 二、四、六、八 瘋了…我贏了 真是瘋了, 真是瘋了 真是瘋了, 真是瘋了 小爺, 你去把女孩子 你不要賴帳, 來吧 小爺, 我不是賴帳 你冷靜一點, 聽我說 你看看我 我切他弟弟多過, 切他男朋友 我又養衰又無款 我怎麼會適合他呢, 是不是 你不一樣 你玉樹良風, 風道偏偏 他一定得不同 是呀 用甚麼辦法去追他呢 我們用最舊的那條橋 八十八... 八十八... 上上之籤, 來吧 大姑娘, 你想問甚麼事 原來... 好, 我明白... 美好兩元, 天上籤 菩薩說... 他說你已經在乘桃花運了 這麼說 來...千聞最後那兩句 他說 偶開天人觀紅塵 不如識水眼前人 那就是說 你的心上人已經出現了 他不是遠在天邊 而是近在目前 又是你身邊的人 這麼說 我身邊的人 會是誰呢 難道我對面的鹹蝦餅 有整股鹹蝦味的, 不行 難道我旁邊那個裁縫佬 錢有些, 但是... 整個鹹蝦咬不得 不可以的 你千萬不要告訴你是誰的 還有東西... 別怕, 你別怕 我把壞話拆回來, 別怕 你別怕, 你才拆掉 看你吧, 千年, 快走 你這臭小子還不走 我拿來拚骨, 拿來命 你臭小子 媽媽 替你搶銀包 那臭小子呢 走了 你這麼沒用, 是不是男人 連那臭小子也捉不到 替你搶銀包 老公, 多謝沒錢還罵我 真厲害, 看我沒沒錢 該你, 沒人被人搶幾次 果然我明天立刻被人搶 不用等明天了 別動了… 大哥, 我沒錢了, 剛才… 別動的, 有沒有金氣 沒有, 雷一才有的 金鍊, 快點 我沒金鍊, 真的… 不要, 老婆, 你拿 不要, 救命… 救命 別動了 巡捕 快點 怎麼樣 你怎麼會打的嗎 好痛 霍元教師父教我的 小心 很痛 忍著 不要緊…謝謝… 其實我不好意思 你也是為了我才被人打 我麻煩你 這個大廳佈置得多清雅 全部都是青華林的 對了, 一會兒顧小姐回來見我 他會不會不高興的 不會, 他很通情達理的 可是他對于老闆太過不近人情了 還好說 一天都是于老闆失虐了 弄得這麼淒涼 于老闆沒有失虐 是你表妹爹找人把他折住 還打到他半死, 扔上火車 載他沒雷工那麼遠 後來他收拾半條人命回來 已經不見了你表妹了 真的嗎 你相信我吧 于老闆真的很愛你表妹的 現在他每天都去小巴喝咖啡 希望遇到你表妹, 只見他一面 我真是想不到于老闆 原來真是這麼癡情 我看見他就心裡說了 不如這樣吧 你幫幫他勸一下你表妹 我怎麼勸他聽, 他這麼困難 拜託你, 盡人事吧, 怎麼樣 好吧, 我試試 少爺, 你真是厲害 想不到你一出馬就搞定那個醜皮鴨 真是厲害 不用說了, 我說西他不會說東 他現在唇過那個綿羊 于老闆, 你有甚麼事 儘管吩咐他做 現在還可以做甚麼 你別這麼消極了 這樣吧 你試試寫封信給顧小姐 跟他解釋一切 來興一定會跟你傳封信給他 沒用的 你不試過, 怎麼知道 現在你不用做那麼多事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選到做華董 Henry, 你有沒有查到馮經饒 用甚麼收買法國令氏 知道了, 他送了霞飛露八十八號 給他做別墅 整棟別墅送給那個法國人 他也算重本 謝了先生, 你外母來了上海 我還沒替他洗塵 何時想免得來才下刀坐 提起他就頭疼了 他姓一位就在霞飛樓太遠了 想見一個女兒或孫兒也不方便 靜安子路來這個官邸很近 靜安子路有間別墅 就送給那個老人家住 以後你們大家有得照應了 那怎麼行, 用甚麼客氣 那謝謝你 你外母隨時可以搬去住 明天就在鮮樂都上 為你外母洗塵 好 聽說鮮樂都有一種甜品叫做 夜魂觀賢, 很有名的 是呀, 我叫徐司為你準備 好 Pierre先生, 這次的補選 你心目中有候選人嗎 放心吧, 這個老闆 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我要開會, 我先走了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不送你了 再見… 再見… 好, 一二為定 再見 Pierre, 我想你幫我辦一件事 好 我已經說你口不對心了 怎麼樣?你心口還有沒有事嗎 有心, 沒事了 是呀, 我有些東西送給你的 是呀 這花很漂亮, 謝謝 我本來想送一整集給你的 但又怕太張揚, 你不喜歡 一枝就夠了, 有心就行了 其實我還是第一次收到男人送花給我 真的嗎?我也是第一次送給女生 是嗎 是呀, 有封信, 謝謝你 是呀, 青華回來了, 我拿上去 那我何時見面 明天下午橋頭見 對了, 開機一散 對了 叫醒 你的櫃子很亂, 我幫你收拾 看得不看, 你就撕破了 你知道是誰寫的嗎? 那些字我不用看了, 你認得出了 你不要再做無聊事了 這個週末 發覺令氏全家人會來先下刀吃晚飯 由於這一頓晚飯意義重大 我希望大家好地準備一下 還有, 給了先生特別點 要請爺王官宴做甜品 你吩咐師父下足材料 七姑娘, 你說上個星期那些官宴已經用完了 你入貨了沒有 還沒訂了 不過現在鐵路工人罷工嘛 我想遲些會送來的 其實也不要緊的 我有個朋友做代理 他有很多貨的 哪有時候可以問他拿的 那些貨是不漂亮的 不然那個Pierre先生吃了 他說我們給他一些次貨吃 不投海叔的票, 那時候我們就死了 蘇姑娘, 天爵 七姑娘, 那這頓晚飯就拜託你了 放心吧, 我會盡力做到最好的 蘇姑娘的意我送到 請你打開我 請你打開我 七姑娘 阿東 你知不知道我剛才幹甚麼 幹甚麼 我去買京劍玉堂春的戲票 我排了一整天, 總之讓我找到兩張 今晚八點開場, 你快回去換衣服 不行, 今晚我很忙 怕甚麼, 長命功夫, 長命早 你怎麼都要下班 不是呀, 星期六 余老闆要請法國領事吃飯 我今晚一定要回去寫好菜單 要不然我們師父準備不及了 我以為這個魚真好 東, 現在做事不像以前的了 要不就這樣, 你找個人陪你看 好, 再來 我來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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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你 我去看你 不會吧 這個女人, 真是不要去看你 怎麼樣 那個女人不是今天進了一批燕窩 我們在燕窩裡做手腳 到時瘀老闆跟他解僱 他自己也走 沒辦法, 要幹甚麼 走吧 有, 沒有, 沒有 油 加入鮮油 放入鍋子 上鮮油 胡椒 超酸 倒入鍋子 碎 中筋 入鍋 爹哥 七姑娘 誰放的 今晚小姐的酒席準備好了嗎 七七八八了, 你放心吧 糟了... 蘇姑娘, 彭師父說 染窩發瘋了, 叫你去火葬看看 怎麼會這樣 今晚怎麼用呢 師父怎麼樣 這個染窩發瘋了 厲害 大早兩天送來的時候, 滾滾滾的 是呀 擺兩天就發瘋了, 你擺明是次貨 不會, 歡叔不會騙我的 這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進來這樣的貨 連中也賺不少錢 你不要誤得就誤得 甚麼誤得就誤得, 現在正確鑿了 這個染窩擺兩天就壞了 分明是次貨吧 不是呀, 因為你加了點下去才壞 你說甚麼 我昨晚親眼見到你們倆 不知道要把燕窩倒進去, 是不是呀 那當時你又不只姓我 別吵 搞定吃晚餐 是呀 七姑娘, 那些燕窩壞了 那今晚我餐甜品怎麼辦 好, 那就算了 彭師傅, 我們還有沒有雪甲膏 有, 還有幾兩在 先冷靜一下 余老闆,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用雪甲膏來代替燕窩吧 好, 大家出去做事 那我就先去雪甲膏 謝謝 大師兄, 我們這裡的乳豬也是有名的 來, 嘗嘗一下 這道叫爺黃雪甲菊 就是廚房特別為夫人精心炮製的 夫人, 請試試味道 很棒 伊老闆, 我很感謝你這麼熱情的歡樂 今晚的晚餐真是非常出色 謝謝Pierre先生的臉上 來, 隨便, 隨便 適合命 你何時才肯正經做事, 生性做人 你知不知道法國領事這一票 對我們多麼重要 萬一馮敬堯做了華董 先落刀就要雙手送給他 那時候師父的心血就白費了 而且他的仇也沒辦法報 每次說你都是這樣 你到底知不知道錯了 以後會不會改, 你告訴我 進來 許老闆, 我辭工不做了